你好,外星人 美术课上,老师把小朋友们画的图画贴在墙上,并让他们逐一介绍自己的作品。 小郡站起来告诉大家,我画的是我的美丽梦想,我长大后要当一名宇航员, 飞到其他星球上和外星人做朋友。 圆圆立刻站起来说,我爸爸说了,世界上并没有外星人,怎么会没有? 小郡反驳道,很多电影里都有外星人啊。 老师笑着向大家解释,关于外星人一直以来都只是人们的猜想, 实际上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发现外星人确切存在的证据, 不过科学家们还在努力,利用各种先进的仪器向太空发射信息,寻找外星人。 小郡听了,不禁有点沮丧,老师笑着安慰他说, 宇宙这么大,也许真的有外星人存在呢,只是目前我们还没有联系上而已。 冰川逃跑了 在南极的冰天雪地里,企鹅们一年一度的滑冰比赛开始了。 只见企鹅们站在冰川上,一只接着一只往下滑, 看谁滑得最快,最远,姿势最优美。 结果,企鹅丁丁获得了冠军,企鹅东东不服气, 他说,下一年比赛,我一定要赢。 对,明年还来这里比赛。 其他企鹅也纷纷说, 一年后,企鹅东东和伙伴们再次来到去年比赛的地方, 却发现那座冰川竟然飘移到了很远的地方。 可冰川没有脚,怎么会逃跑呢? 其实,冰川就是冰的河流, 由于重力的作用,一直处在运动中。 只不过,一般情况下,冰川的移动速度比较缓慢, 一天一般只能移动几厘米到几十厘米, 一年大约只能移动几百米。 人为什么会放屁? 课堂上,老师正在会声会色地给大家讲故事。 突然,扑的一声, 不知道是谁放了一个响亮的屁。 你的同学们哄堂大笑, 大家你看我,我看你, 有的捂住鼻子,有的笑弯了腰, 彤彤占红了脸, 原来这个屁是他放的。 老师示意大家安静下来, 他说,放屁是很正常的生理现象, 我们每个人都会放屁。 人为什么会放屁呢? 彤彤红着脸, 尴尬地问老师, 我们吃进去的食物, 在肠道里被消化时, 会发酵分解, 产生一些气体。 另外,我们吃东西, 说话时, 也会吸进一些空气, 这些气体随着胃肠的蠕动, 从肛门排出, 就形成了屁。 老师解释完, 又风趣地加了一句, 忍着屁不放, 会导致胃肠功能紊乱, 不利于身体健康, 所以, 有屁就放这个词语, 是有根据的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平常公司的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